蔡英文主席昨天下令要全黨平民事件 不是也是把這個民進黨帶進去平山裡面 蛤 是不是 怎麼看昨天蔡英文主席昨天下令全黨要平民事件 沒有總統是表達一個態度 並沒有所謂的下令 那我們大概都是站在同志的立場 我們先相信同志 那不過我還是強調這個學論的問題是一個專業問題 所以要在體制裡面來做努力 不過林市長這個問題是不是會造成15名的發展 或是會影響到你的選舉 那個是有的人的講法 那我想選舉要各自努力 那以政見、市政未來的發展 爭取選民的認同 柯市長昨天說啊 林事件的問題可能不只林事件一個人可能是一口票 您認同他這個說法 那我不認同 還有其他提問嗎 市長 市長傳出有不合的這個狀況 會想辦法來整合 不合 沒有 我們團隊非常的整合的效率很高 我們的主任委員是陳建仁前副總統 那他的領導的智慧非常的好 市長 那算您說是派系的傀儡 你怎麼看 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你也知道他說這樣講這種話 基本上 我想都是不是一個很有水準的 部長現在是第一次戴上那個競選的口罩嗎 然後今天穿運動鞋子也是第一次跑競選 你可能都穿運動鞋子嗎 運動鞋子 好像穿第二次的樣子 好像穿第二次這樣子 口罩這個口罩 這個口罩昨天我就有在了 那他設計是 就是由你的地產的主制選 那你設計不設計的嗎 對對對 當然這一整套的他設計的 部長那內族當中 我問你 下班時間會 造成那個高級加 就是加到上去 然後我跟他說高級公共是最大的 我問你再去做屋蔭 那你講之前的設計 對 當然就是說 那個是一個 怎麼樣讓這一條動脈 就國一能夠暢通 然後自然就會減低 那個回堵的壓力 所以我們在環東裡面 一個從大概過了南湖大橋之後 才讓他進到北上 然後這樣從內湖到南港這一段 相對的這個動脈就會比較通暢 那回堵的情況就會減低 那進而當然市區內 都會相對的改善 他的一個改善 他一開始在說明的時候 其實他擁栽的節點 是蠻多的 那怎麼樣一個從大的地方先疏通 然後小的地方自然就會跑得比較快 那我們也知道在上下班裡面 尤其在下班是會比上班厲害 因為上班的時候他可以分流的 自動分流的會比較好 那下班大家有時候要接小朋友 等等的時間 下班的時間會比較窄 所以怎麼樣那即時快速在下班的時候 能夠即時的 能夠走出這個內湖 那所以在沙道或是高速公路 這樣的一個快速的通關 是有必要的 謝謝大家 不過您勸黃副市長說不要氣夫夫 他就不會說不要一天到晚講別人 你不能看 我一天到晚講 我並沒有講他 我在講道路啊 我講道路他覺得講到他 沒有我要講道路 我希望把道路能夠弄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